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做最基础版的果酱面包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配方 你掌握了这个方法 您可以做出很多种你喜欢的面包 配方可以拿小本分剂一下了 首先用温水把酵母化开 放入面粉 糖和奶粉 搅拌一下 用手揉的过程 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软的面团 手稍微揉一下 没有干粉便可以了 不需要揉到光滑 然后让它松弛20分钟 这是一个让面筋自揉的过程 20分钟后 像这样慢慢的把它拉开 把盐和黄油包进去 黄油你可以用任何脂肪类的食材来代替 比如猪油 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要揉面的过程了 你用揉也可以摔也可以 或者用厨师机 面包机的揉面功能都可以 在这个地方 你至少要把这个面团揉上七八分钟 到底揉到什么状态呢 从上面揪出一小块面团 轻轻的往两边拉伸 中间薄如尺 但是依然不会破 这就是面包的出抹状态 这个状态你就揉到了 然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发酵 发酵到原来的两倍大 发好的面团我们开始排气 表面有些粘手 你可以借助少量的薄粉 拿出来继续给它排气 揉过的面团 你会发现和原来 发酵之前的大小差不多了 用你喜欢的任何一种方式 来分割一下 我这里给的比例 正好可以分成八份 分好的面团 你可以像我这样整形 也可以放在案板上 给它揉圆 拿出一个 我们做一下简单的造型 像这样卷一下 面包里面的层次会更好一些 我们再来一个放果酱的卷进去 这次用的是枫梨果酱 之前我已经发过制作视频 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看一下 当然了 放入果酱的味道会更好一些 做好的生坯全部放入烤盘里 进行二次发酵 发酵质两杯大的时候拿出来 我们再做一下整形 剪刀这样简单的剪一下 上面撒一层薄粉 放入烤盘的底层 180度上下火烤30分钟 面包的造型根据个人的喜欢来做 你也可以不做 两次发酵后直接烤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烤好的面包 刚烤好的面包 表皮是薄薄的一层脆壳 里面是非常细密松软的海绵结构 通过简单的整形 我们会发现里面的果酱非常的均匀 这样吃起来更好吃一些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敏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谢谢